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07集 做人要低调 他可以凭借表表的腰郁进入皇城 但是宫城是进不去的 临安不在宫城里反而更好 不多时呢 他来到了临安的府邸外 侍卫通传后便进了府 许清安一路走一路看 花园 阁楼 小戏 甚至还有唱戏的戏台 心说不愧是皇帝宠爱的女儿 这般气派 表表听说许清安拜访 非常高兴 坐在凉亭里笑吟吟的 出了宫果然自有许多 主书府上太无聊了 不如住在宫里 他的前台词很明显 你打算怎么玩 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来辞行的 我明日要离京 去一趟云州 许久才能回来 想着明日与公主有约 所以过来辞行 临安一听小脸顿时垮了 失望的看着她 那 那她回到公主府来住 岂不是徒劳无功了 母妃最多允许 她在外头住三天 她心里曾恶恶兴奋 想着这个小铜锣会 带她去内城玩 那被职就告退了 许清安转身离开 走了几步 她忍不住回头看去 临安坐在凉亭里 背景是萧条的花园 她一身红衣似火 妩媚漂亮 却又孤独寂寥得很呢 好烦 她心里抱怨一声 转身又走了回去 临安的桃花眸 顿时亮晶晶的 咪咪蒙蒙的盯着她 没有说话 公主喜欢下棋吗 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麻烦 是因为笨吧 背着有一个新鲜的玩法 公主可以试试 闲来无聊的话 也可以与宫女玩 临安公主撇撇嘴 有些失望 就这 待会儿你别真香就行 许清安召来宫女 让她取来棋盘 在凉亭的石桌摆开 二公主 我要教你的棋 叫五子棋 没有那么多规矩和手法 非常简单 不管是纵是横是邪 谁先将五个棋子 串联起来 谁便赢 如此简单 更没意思了 别急啊 咱们先下一局 许清安神态自若 好的 临安捏起一枚棋子 啪的敲在棋盘中央 朝着许清安 朗起雪白下河 许清安随机落子 吓着吓着 表表开始全身心投入了 两人落子如飞 啪哒啪哒声音里 许清安赢了一局 再来再来 表表踢着脚丫子 红色裙摆晃荡 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表表一直在输 却越下越精神 桃花某越来越专注 他惊讶地发现 这种棋明明很简单 花式也就那么几种 可不知道为什么 去违性 却要比正常的棋强无数倍 让人忍不住要投入其中不可自拔 一遍遍地输 一遍遍地想要继续玩 燃烧起强烈的斗志 同时 他有一种 自己是围棋高手的错觉 运子如飞 杀得你来我往 最后 许秦安故意让了一子 给他凑齐了五星连珠 赢了 表表开心地欢呼了起来 许秦安笑了笑 一副尽在掌握的姿态 吴子齐这东西 如果是怀庆公主玩的话 不出一刻中便玩腻了 并嗤之以鼻 因为过于简单 但对林安这样蠢蠢的女孩 吴子齐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游戏 简单的小游戏 也能收获巨大的流量 许秦安就曾沉迷过小游戏 比如跳一跳 比如连连看 比如2048等等等等 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大脑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能再玩了 不能再玩了 身体却很诚实 许宁业 你可真厉害 林安轻松欲止 拨弄着棋盘 又会写诗 又会那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 对了 那个首诗的前半首 你想出来了吗 许清安摇头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 鸭心河 林安公主也不再问 低声念着这半句诗 真美啊 我也想着 有一天能躺在船上 看着天上的繁星 顺周也有繁星 我希望那时候 我是自由的 这个时候她不是表表 她是带着纯真和童去的女孩 二公主 你是不是把我送你鸡精的事 告诉长公主了 许清安冷不丁的问道 没有啊 林安眨着妩媚多情的毛子 她一下子又从童去的女孩林安 变成了夜店小女王的表表 哦 许清安没有再问 看了眼天色 这才发现黄昏了 黄城已经关闭 没法离开了 因为黄城的巡逻是银罗们的事 她的腰牌无法使用 林安公主的腰狱同样如此 黄城的宵禁很严 朝廷的评书本身就很难拿到 而且评书通常是提前几天申请 无法献血献用 再说呢 黄城内的衙门早已散直 许清安顺理成章的 在林安府住了下来 黄昏时 许清安在公主府里逛了逛 发现公主府的后花园 有一座大池 池边停泊着一艘乌棚船 他嘴上念叨着 想躺在床上看星星 明明天时地利都有 偏偏就嘴上念叨 现在的年轻人呢 永远是嘴强王者 缺乏实践能力 许清安不动声色的离开 等表表设宴招待她时 她提议 殿下 咱们换个地方用餐 公主眼睛一亮 没有多问 按照她的指示 吩咐宫女搬着小桌和菜肴 来到后花园 登上了乌棚船 摆上小桌 烧上炭火之后 乌棚船就容纳不了多余的人了 因此 宫女们只能在岸上看着 彼此堕一事 有些忧愁 公主和这个男人走得有些近了 白日里怎么样都无所谓 这夜里在池中相会 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林安喝了几杯酒 脸蛋脱红 本宫还没有尝试过 在船里用膳呢 烛光里 她的脸温润的宛如一块无瑕的美誉 桃花眸子妩媚如丝 明明是个秀色可参的古典美人 许清安却在脑海里给她换妆 挠不出一个穿红色T恤 胸口硬着小熊 下身一条牛仔短裤 脚上踩着白色运动鞋 两条玉腿又长又直 躺着波浪卷的夜店小女王 夜幕降临 弦月高挂 许清安突然说道 躺下去 表表愣了一下 心里微动 想也没想就往后一躺 她脑瓜磕在了穿板 痛叫了一声 但很快呢 就愣住了 夜幕上挂着一轮贤月 稀疏的星子点缀 闪烁着寂寥的光 水面平滑如景 映着贤月和星子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 压星河 许清安低声说着 她痴痴的看着天空中的星星 眸子迷离 许清安在看她 雪白的下河线条优美 鼻子挺翘 樱桃小嘴微张 她这样的女孩 天生内媚 微醺后的姿态 简直诱人 星星太傻了 我要看星河 我要看星河 她躺在船板上 扭了扭腰枝 不自觉的撒娇 今日星星不少 但与星河无法相比 那得等到夏天才行 真好啊 她接着又低声喃喃 观星楼 八卦台 站在八卦台边缘 夜观天象的尖阵 耳阔一动 几秒后 阵法纹路亮起 出现一位副手而立的白衣身影 悠然念叨 手握明月 摘 声音说的一半突然卡壳 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掐住 怎么都吐不出后续的内容 许久后 杨千焕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 老师了 老师 您找我何事 同样背对着她的奸证 白须飘飘 去云找 看着 后半句话是传音入密 师徒俩 背对着彼此 杨千焕试探 偷偷地去 嗯 明白了 老师还有什么交代 九州 卧虎藏龙 一山更比一山高 出门在外 要懂得低调情绪 不该说的话不说 不该做的事不做 老师 说清楚一点 低调做人 那句话别到处乱说 会挨揍的 好的老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